李若同一直是大家心目中最美的姑姑,有多少8090后观众,心目中的女神是李若同呢? 虽然她一直保持着不错,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另一半,很多网友都希望古天乐和李若同成为真正的情侣,可两位当事人都表示这是不可能了,那么现在李若同如何呢? 原来今天8月16日是她的生日,她就少有的更新了社交网,并且晒出自己和最疼爱她的人的合照,李若同在今天下午就已经发了一次动态, 她首先感谢各位网友和粉丝的祝福,随后在今天晚上就晒出青春晚餐的照片,不过她并没有晒出金满的环境,只是晒出自己和一位神秘人物拿合照,并且表示在这个特别日子自己的生日,能和这世上最疼最爱她的人吃顿简单的晚餐是真幸福,那么这位神秘人物是谁呢? 首先来看一下照片,从照片我们能够看到一直保持动怜样貌的李若同,她仅靠着旁边这位神秘人士,至于旁边这位人物就穿着格子衬衫,然后脸部就被遮挡住了,不过还能看见这人有戴眼镜,从脖子上的皮肤来看,这人应该是有一定年龄了。 那么这人是谁呢?其实很多头脑灵活的网友,已经猜到了一位人物,说到最疼最爱自己的人,还有他最好说的那就句话,结合这些来看,这位神秘人士就是李若同的妈妈了,很多人都知道这人不是古天了,但是还是想这人是他,为了能够更加验证,这人是不是李若同的妈妈? 我特意翻了下他们母女俩曾经的合照,这是李若同今几年和妈妈一起上节目的合照,从照片可以看出,李妈妈是戴眼镜的,和上面照片里的人一样戴眼镜了,而且身材和脸型都差不多,所以今天李若同是和妈妈一起庆生的,除了晒出和妈妈的合照,李若同还晒出自己的自拍美照, 看她脸上似乎有点通红,难道是喝酒了,再这么高兴的日子喝点酒也是应该的,姑姑这容颜真的很美啊,刚才是露出牙齿的笑容,这张就是微笑笑不露齿,她为我们展示了两种很优雅的笑容,其实两种笑容都很美,不过我更喜欢现在这张,她的一双大眼睛一直望着镜头, 就算隔着屏幕都觉得她一直望着我,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,在这里希望姑姑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生日,也希望她和妈妈能够一直快乐生活,当然还有一些搞事的网友发出了李若同和姑天乐前段时间,偶遇到的合照,很多网友希望他们两个能够真的在一起,刚好明天是七夕节,所以这些网友就更希望了, 不过爱情是勉强不了的,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